华为的创办人任正非最近受访的时候表示 如果未来三到五年美国继续打压 华为将会失去5G的领导地位 而日经新闻最新的报道指出 华为目前已经开始针对美国籍的研发人员 进行调职或者是裁员 避免公司机密外流给美国的情报单位 在美国禁令下全球最大电信设备制造商 华为第三季财报意外表现抢眼 今年一月到九月累计营收成长百分之二十四 而智慧手机出货也大幅增加百分之二十六 然而就在财报公布前 德国最新安全规则草案也公布 不会针对任何一家企业寄出禁令 也就是允许采用华为的5G设备 而德国电信商也表示 如果抵制华为将耽误德国5G网络建设速度 至少好几年 同时增加数十亿美元的成本 德国力挺无疑给华为注入一记强心针 美国寄出禁令后 华为创办人任正非更常在媒体前高调曝光 16号接受日本共同社访问时 表示如果未来三年到五年 美国继续制裁 华为将会失去在5G技术的领先地位 另外根据日经新闻报导 担心机密会泄露给美国情报单位 华为15号传出 对拥有美国国籍或居留权的研发人员 将陆续进行调职或是裁员 目前传出包括华为旗下半导体设计公司 海斯半导体首席技术长 和在台湾的研发团队负责人等高层 已经离职 美国坚持华为设备存在安全漏洞 恐怕成为大陆政府的间谍工具 但欧洲国家似乎看法分歧 目前全球市占达28% 但美国如果继续打压 难保华为不会失去全球最大电信设备制造商 这个头衔 东森财经新闻综合报导